HELLO 大家好! 一天眼眼症 心情要望望症 我是令道尼 心情要望望症 OK 我剛剛回家 現在的時間是差不多9點多了 我覺得有件事很想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很不合適 話說我在昨天的凌晨12點半 我就已經起床了 之後整個凌晨我都沒睡 到現在都沒睡 但我依然都算是精神的 沒說特別好睡 那今天要拍什麼呢? 相信大家都已經看到標題了 就是... GET UNREADY WITH ME 首先在這裡要感謝今天我們的乾爺 今天的乾爺就是這個 WITRIS 芋奇夫 非常開心他們邀請我跟大家分享他們的產品 所以在我的GET UNREADY WITH ME 我會跟大家分享我用完他們的心得 不過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我今天沒有塗粉底 給大家看看我現在的皮膚狀況 我是沒有塗粉底的 我今天只塗了防曬 之後... 只遮了黑暗圈 我連眉毛也沒有畫 給大家看看這個是我的真眉毛 我不是它沒有眉 是不是覺得我的皮膚好像不錯呢? 因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真的 很用心地試用了這個WITRIS 的產品 所以我發現我的皮膚好像真的變好了 好,那大家就跟我一起來 GET UNREADY WITH ME 那我們現在先去卸妝 在看影片之前 不妨先按個LIKE 留言 訂閱我 按旁邊的鈴鐺 開啟所有通知 那就完美了 OK,我們現在來到我們的廁所 所以回音是有點重的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啦 那我們首先呢,就要來卸妝啦 卸妝呢,我通常都會用卸妝紙的 之後我最近是用這個 其實我不知道是什麼品牌 總之是這個名字 這個是我一個台灣的朋友送給我的 其實我差不多用完了 剩下可能兩、三張 我要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不遮黑暗圈的黑暗扣有多重 讓我抹走這邊給你們看吧 看到嗎?黑暗圈直接出來是很大分別 我今天真的沒有塗粉底 我可以證明給大家看 這個是遮瑕液來的 因為正常我塗粉底的話 我一抹然後整張紙巾就會是粉底的顏色 所以呢,那麼淺色就可以看得出 我今天真的沒有塗粉底 我這裡整隻眼是紅貓眼 所以大家應該明白為什麼我這麼喜歡紅貓 雖然沒有塗粉底 但是... 畫面也是要把它抹乾淨 因為我有塗防曬 其實呢,如果我沒有遮黑暗圈的話 我應該就不會化妝了 因為其實我化妝最主要是遮住我的遮黑暗圈 大家看,如果我沒有遮黑暗圈的話 其實我的樣子就很不精神 由於今天的妝只有遮瑕膏 如果平時我全妝塗粉底 打了陰影的話 我用四張紙巾抹完之後 我會再用這個四張水再抹多次 好,接下來呢 平時的我呢 是會抹乾淨的 但是因為我現在要拍片 我要看到大家 所以我先抹乾淨 那我現在就要洗臉 那我最近洗臉呢 我是用這個洗臉慕子 它真的很可愛 我的洗水盆在那邊 我先拔一拔 塗一點 OK 就可以把它擦擦擦擦擦 然後它就會有很多泡了 哇,你看 它的泡多綿密 它擦出來的時候不是泡 之後你慢慢擦就會越擦越綿密 你看看 很喜歡用這個洗臉 而且它有一點西油味 我覺得很新鮮 哇,我多白 我想這個就是我人生中最白的時刻 不行 我要脫掉衣服 放心,我脫掉了它 大家看不到什麼 純粹看到我的鎖骨 應該不會被裂為十八 那麼刮 OK,先去洗水 已經洗完臉了 是不是很乾淨? 不是,這裡再泡泡 不要緊 因為我現在準備去洗澡 OK,先洗澡 我已經洗完澡之後換上了這個水衣 然後我洗完澡的第一時間 我先吹頭 這個其實算是不是太好的習慣 我通常會馬上先塗護膚品 因為你洗完澡之後 其實你的毛孔已經擴張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 盡快塗上這個護膚品 我在塗護膚品的時候 就會戴上這個髮帶 這個超可愛 它是一個綠 超可愛 哎呀 等一下 我這樣看不到東西 你看 有沒有很可愛 超可愛的 首先第一個步驟 我會先用化妝棉 我喜歡用的化妝棉是這個 雖然大家不陌生的 我覺得很好用 我今天選的化妝水是這個Origins的靈芝水 倒一點在化妝棉上 然後抹一抹臉 雖然我有洗臉 但我怕剛剛洗頭 然後有些髮膜停留在我的臉上 就可以趁這個機會把它抹走 抹完之後 我會再倒一點在手上 然後劈力這樣去泡勻整個臉 然後拍 記住頸部也是要保養的 之後我會把雙手放在臉上 用潔力讓它可以吸收在毛孔上 接下來我決定今天要敷面膜 因為平時我每隔一兩天 我會敷面膜的 這次就是接到Retrieve Rai Chifu的邀請 來親身試用它們的產品 因為它們主要的特色是 不痕化學防腐劑 不痕向症 敏感肌 甚至是做完這個Facial之後 都是可以用的 其實我自己收到產品之後 我會馬上開始試用的 雖然今天這條影片是廣告 但是我真的可以發誓 我等人所說的東西 全部都是我親自去試用過之後 然後發自內心要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的確不錯的 所以大家真的 不要當它廣告這樣看 認真地聽聽我的分享 OK? 剛剛我就說了我要敷面膜 所以今天我就用這個 所以今天我就用這個Retrieve Rai Chifu的 玫瑰琴露這個成分主要是去改善 你膚色不均勻的問題 之後去提亮你的膚色 它還可以去舒緩你的皮膚問題 其實豆豆機也是可以用的 接下來它裡面還有這個 玻尿酸 它是比玻尿酸的分子更加小 所以就會更加容易吸收到毛孔 而不會只殘留在表面上 好,那我們現在敷一敷這個面膜 當然是很特別的 我只要敷上去你就知道了 我那時候第一次敷 我都覺得是這樣的設計 敷上去給大家看就知道了 OK,特別的地方來了 就是大家看到嗎? 這裡有兩個洞 那你就把它向後拉 就勾住你的耳朵 之後你就可以敷上頸子了 它完全是包貼了你的臉 好誇張這個 它這裡是穿了一個3D立體的設計 可以整個鼻都敷到 包括它的鼻翼 因為有時候敷面膜是敷不到鼻翼的 鼻翼永遠都是保不住水 好,那我現在就好好地敷面膜 好,敷大概20分鐘 我們就20分鐘後再見了 A few moments later 那除了之後我就會把它對摺 之後再敷我的頸後面 好,那我敷完之後就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它敷完之後 你是馬上看到這個 膚質是透亮了很多的 大家認真看看 它是完全立刻 很快就可以看到好像均勻了 膚色 我剛剛敷了的頸子的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嗎? 它是真的立刻提亮了 它是立刻提亮了 所以它的效果真的不錯 我剛剛說的時候 它已經吸收了 真的超有彈性 給你看 它的質感算是清爽的 之後它是完全不黏黏的 我可以拿一張紙巾 好,我們很大力地按下去 1,2,3 它是完全不黏的 我真的很喜歡 我每次敷完這個面膜 我的臉上好像發了光 怪不知一些網友會俗稱它為發光面膜 好,我相信已經有人在問 如果平時不敷面膜的話 那我塗完爽膚水之後 我應該要做什麼步驟呢? 通常塗完爽膚水 第二個步驟就是上精華 這支就是Retreat的零支玫瑰精華露 我想說,我真的很喜歡這支精華露 我短短用了一個星期已經喜歡它 絕對不是因為廣告 是因為它的功效真的不錯 為什麼我今天出去的時候 不需要塗粉底 其實我覺得很大的可能性 都是因為這支玫瑰精華 其實基本上這個精華的成分 跟剛剛的面膜成分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平時晚上的時候 我會用一些美白的精華液 因為大家其實都看得出 我的皮膚是偏黃的 然後因為我經常會熬夜剪片 就會很容易會暗塵 但是我最近基本上早晚都會使用 它絕對不會成為我肌膚的一種負擔 因為它是非常清爽 然後吸收得非常快 然後我自己持續使用了之後 我發現它真的會體涼我的膚色 令到我的膚色更加透亮 平時我都一定會上粉底的 但我今天完全不用 而我的朋友都說我的皮膚真的漂亮了很多 我可以再給大家看一次 相機是騙不到大家的 是不是收不到圖的嘛 好,那之後 塗完精華或者敷完面膜之後 我就會開始塗這個眼霜和面霜 眼霜的話 我是會用這個LANKUM的眼霜 我用了差不多一大半 眼霜用到一大半來說 真的算不錯了 因為它的用量其實很少 這個眼霜吸收得很快的 好,塗完眼霜之後 我就會塗這個面霜了 那也是這個Wetrieft同系列的靈芝保濕收護箱 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很喜歡用靈芝成份的護膚品 包括我剛剛一刻用的Origins的爽膚水 它都是靈芝成份 我也是超級喜歡的 因為靈芝有收護的功效 之後它是恢復肌膚彈性 所以每次用完它之後 我都會覺得我的皮膚是 噗哩噗哩的感覺 再加上我很不喜歡用完一些護膚品之後 翌日起床就是油光滿面的感覺 而靈芝成份的護膚品 通常都是不會油光滿面的 好,那我們現在塗完面霜 它是這樣擠出來的 我通常會擠兩下 完全不需要擔心它很厚重 它一推開之後 其實就變成水狀了 然後它一點都不黏 塗完之後整塊面真的會... OK,其實基本上它已經吸收了一半了 大家看到嗎? 它是非常水潤的 再加上它是真的不黏的 我給大家看 皮膚真的很有淡性 再加上唇膜 我依然是用這個Malage 因為實在太大眼了 我會用很久了 好,讓我先吹頭髮 好,那這些就是我的夜間保養 Get Ready With Me 感覺大家好像又更加貼近了我的生活了 有沒有這種感覺? 希望大家會喜歡啦 如果大家對Wetrieff的護膚品都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他們的官網看看 我會將他們的網址放在下面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這個我真心推介 強調到一次,不是因為廣告 我真的覺得它很好用 好,那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按LIKE 然後comment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話 就快點訂閱啦 之後按一下小鈴鐺 開啟所有的通知 然後可以去關注我的Instagram 和Facebook 最後可以把這條影片分享 有沒有更加多人看 好,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Good night! 晚安! 好,我們下條影片